这个影片要恭喜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我们终于又做到了 2023年吉隆坡到新加坡的国际航线 又重回宝座 隆登全球第一名最繁忙的国际航线 以非常可怕的座位销售数 490万隆登第一名 虽然这条航线在去年2022年被降为第三名 但是经过2023年 所有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人的努力 贡献自己的心力还有自己的旅费 全力支援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航空业 在两个距离不到一个小时飞时的航线中 不断的日夜晚返 真是可喜可贺 恭喜大家了 然后我也想想490万个座位是什么概念 其实真的是蛮可观的 不过也再次展现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两国之间人民的连接性是非常的高 还有互相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 我自己常常执行这个新加坡飞吉隆坡的来回班次 我也知道这个班机在周末或public holiday 还有收假之前是一味难求的 每个礼拜五的晚返班机甚至有八十几班之多 在我这个频道我做了不少基隆坡到新加坡这条航线的影片 其中也包含讨论如果龙兴高铁或新龙高铁再次的动工会不会影响这条国际航线 如果单单以班机有490万每年的座椅销售量 可想而知的话 如果这条高铁开通将对这条国际航线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影片有24万的点阅率 我会把影片的连接放在这个后面 请大家可以去参与讨论 接下来我们要赞许的是新加坡张怡国际机场集团 因为他们不但在2023年拿到了全球最佳的机场 在OH公布的2023年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线 不但第一名是从基隆坡到新加坡 然后第七名是从印尼的雅加达到新加坡 第九名是从泰国曼谷机场到新加坡 所以十名之内占据所有最繁忙的国际航线中 新加坡张怡机场就占了三项 三个航线总共提供了1229万个座椅数 这样的成就是非常惊人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排名 第二名最繁忙的国际航线是从埃及的开罗到吉达 总共是480万个位置 然后第三名就是从香港到台北 这条航线提供了460万个位置 然后第四名是从首尔到日本的大阪机场 总共提供了420万个位置 第五名是韩国的 仁川到日本的Narita 然后第六名是从杜拜到利亚德 第八名最繁忙的国际航线是唯一陆围的欧洲与美洲国家 就是从美国的JFK到英国伦敦的HETHRO 由此可以看起来亚洲航空业的蓬勃发展 真是超越了整个欧洲大陆及北美 然后第十名是从泰国的曼谷到韩国的仁川机场 这是全世界第十名最繁忙的国际航线 身为一位航空业的从业人士 我觉得2023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 常常在机场看到很多排队出关路关 然后很多转机的旅客 在节庆假日的时候 也常常因为机场落地次数的班机太多 然后造成延误在空中待命 这样的情况在这半年来越来越多 所以我要衷心的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说当你要转机的时候 不要把转机的时间跟班次搞得太紧张 比如说最好是有两个小时以上的转机时间 让自己可以在机场休息一下 不要一下飞机就赶着跑到另外一个航下 这样也是很麻烦 还有平常搭机的时候 真的可以提早来机场 不要到最后关柜的时候 把自己搞得紧紧张张 破坏旅游的性质 所以身为旅客的你 曾经搭过这十条 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线吗 你认为班机的密集度够不够 或是这些航线真的是一味难求呢 请跟我们分享你的旅游经验